用三只眼睛看世界 用第三只眼睛看美国 大家好 这里是波温看世界 从波温看世界的 第104期到107期 我已做了四期 关于马斯克收购推特 这件事的视频 但此事不仅没有完 而且越来越激烈 越到后头 也越有看透 所以啊 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好戏一定还在后头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 我们看马斯克的大戏 不仅长知识 关键呢 是长智慧 而人中期一生 其实最靠谱的是啊 莫过于是长智慧了 假如再过十年 回头看此事 你会发现 很有可能成为你一生中 所经历的所有的事件中 一件离你最遥远 却又是你最值得回味 和难忘的一次记忆 因为马斯克的故事天天有 马斯克的新闻天天新 这不 本周二 马斯克一大早就发了一个神推 记 What is the night 这个what呢 是一个填空 翻译成中文啊 就是什么是夜晚 估计啊 不了解这个句子背景的人 是无法完成这个填空的 是年轻 是浪漫 还是未来呢 其实啊 这些都不是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我在上期视频中 专门提到了 马斯克所提出的一首歌 G love me tender 而且呢 将这首歌中的tender 进行了隐喻性的解读 正是由于我有了一些 前期的准备知识 有了对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一些 初步了解 尤其是研究了他的 love me tender以后 便立即想到了tender这个词 G tender is the night 发出了这个答案以后 果然呢 我蒙对了 但是 查到后面 也有人是这个答案死 尤其是有人列出了 这个答案的出自缘由 让我立刻毛晒顿开 我虽然答对了 但是我只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缘 这也正是我对于美国文化 美国历史 和美国人的幽默感 缺乏真实了解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个tender is the night 是一个书名 它是美国迷茫的一代 代表作家 菲斯杰拉德的一部 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 长篇小说 而这个标题呢 却是取之于 祭词的夜音送 它的第一句呢 就是tender is the night 小说讲述了 年轻有为的心理医生 迪克 与上流社会的妻子 相遇相恋的经历 这个故事啊 虽然以欧洲为背景 但是呢 它却映射了美国 爵士时代 纸醉机密的物质生活 和狂欢掩饰下的 个人的无助和迷茫 如果大家对这部小说 还显得比较陌生的话 那我再提一部小说 即了不起的盖子笔 我想很多国人呢 一定对此小说呢 非常了解 我呢 就特别喜欢这部小说 它在小说中的一句话呀 甚至成为我研究 智慧的力量和源泉 这句话就是 一个人能同时保有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 还能正常行事 这就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所以呀 我也顺便建议大家 有时间的时候 读一读 菲斯杰拉德的三部曲 即人间天堂 了不起的盖子笔 和夜色温柔 这句话的前传英文 是这样写的 翻译过来就是 你别担心我投降 日子很长 生活很曲折 我仍然知道 温柔是夜晚 我们仅从 马斯克的这句提问中 就能深感 马斯克的知识原博 而且呢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和幽默感 并且呢 他能将这两者 融入到隐喻之中 也许呢 这才是英语的魅力所在 美国的魅力所在 和马斯克的魅力所在 那么 马斯克 这句 Tender is the night 又隐喻着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 Tender is the fight Tender is the offer 即 要约 是一场战斗 要约 是一次报价 这也就意味着 马斯克 含糊其词的推文 预示着 他将通过发出 收购要约的形式 来收购推特 那么 什么是 要约收购呢 因为收购一家上市公司 主要有两种方法 最简单 最常见的 就是董事会批准的合并 谈判秘密开始 双方讨价换价 然后达成协议 股东呢 有权投票 这是一件 要么全有 要么全无的事情 通常情况下呢 在简单多数的情况下 买家就会带走整个公司 如果投票失败了以后 那么买家呢 就会空手而归 所以 马斯克也曾威胁地说到 如果他看不到 收购整个公司的路径 他将呢 出售他现在持有的推特股份 与此同时 收购要约 也直接呼吁股东 以特定的价格呢 出售他们手中 所持有的股票 因为 无论什么样的股东 利益呢 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当然了 推特公司 也设计了一个 读完计划 来阻碍 和打击马斯克 即 如果马斯克的持股比例 超过了15% 这一法律操作呢 将通过向所有其他投资者 提供折扣股 来稀释他的股权 因此啊 即使马斯克的收购要约 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这种读完计划呢 也让实际购买这些股票呢 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现在呢 马斯克将面临着 两个棘手问题 一呢 就是马斯克的收购资金 将从哪里来 二呢 就是推特的董事会 会支持收购吗 对此呢 我提出了我个人的五点看法 一是 推特现在并不挣钱 甚至呢 还赔钱 也就是说 推特是一个赔钱赚要货的买卖 这种马斯克为什么非要收购他 后续呢 我们还将做进一步的解读 二是 尽管推特的股价最高的时候呢 曾经达到过70美元 但是 那只是在董事会承诺 以及大盘普遍看好的情况下 所形成的 今天的大盘 已经今非昔比 而推特的股价呢 也不如从前 三是 推特的运营成本呢 逐年增加 推特共经营了15年 他每年呢 还要赔2亿多美元 四是 马斯克若想把推特 搞成一个公益平台的话 那他未来的效益 从哪里来 五是 马斯克的人格魅力 和特斯拉公司的产权 可否抵押贷款到 足够的限额 这也就回答了 马斯克要要约时候的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钱从哪里来 显然呢 马斯克也不是等线之辈 他之前呢 很多疯疯癫癫的做法 尽管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质疑 但是 马斯克近年来 Space的突出表现 以及特斯拉的骄人业绩 足以让马斯克 成为众多投资者追逐的对象 这不美国的大型投资集团 阿波罗投资公司和 波根斯坦利 这两大公司 已经决定出手相助 加上马斯克本人手中所持有的 150亿美金 现在看来 465亿美元的收购资金 已经子弹上膛 剩下的就是 推特的股东会 会支持收购邀约吗 这就要看马斯克的出价了 现在的推特公司股价 将面临着 冰火两重天的遭遇 但是 尽管马斯克的出价呢 比最高时的推特价格 略低了一些 但是 50到60美元的出价 已经足以高过了 之前的高盛 对其估值的 30美元左右 而且马斯克的进入 将对所有的股东 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每位股东呢 都有可能 挣他个本满扑满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如果这些股东 不能抓住这个时机 反而惹弄了马斯克 一旦马斯克抛掉手中的 9.2%的股份 推特的股价 将会一落前仗 而股东的损失呢 将会是惨不忍睹 所以 推特的股东啊 通常不会见利不收 而却冒更大的风险 正所谓 商场如战场 战场如赌场 赌场如戏场 戏场如登场 登场呢 就是立场 所以 马斯克的Tender 已经是Fighter了 已经是Offer了 下面 就要等 推特公司 4月25号的 董事会召开 以及马斯克的随后出手 一场马斯克大战 推特的大戏 即将拉开 让我们持续关注 这场大戏的结果 看推特的未来 随主臣服 好吧 今天的视频 就先播放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为了及时和不错过观看 每一期视频的机会 再次欢迎各位订阅 转发和点赞 让我的每一期视频 都能串联起你的 每一次联想 与我共同寻找 智慧的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点赞 订阅 转发和点赞 转发和点赞